2017年8月4号,百阁为您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,题为《朝野揭秘与反揭秘》。 随着来届全国大选的丰盛盛传, 前首相敦马遭副首相阿莫扎西挑起他的族裔背景, 揭发他的定义血统后,敦马随即做出反揭秘, 指这位巫统副主席在当上副首相后, 曾经为了取代那几出任首相而寻求他的支持。 光明日报专栏《岁月留声》作者刘汉良认为, 这一番爆料或多或少为朝野提供了某种联想的空间, 尤其在来届大选将冀的时刻。 作者提到,阿莫扎西或许会在乎被敦马反揭秘, 会造成巫统高层间的矛盾, 但是阿莫扎西或许更在意那其会否评估敦马反揭秘的可信度。 阿莫扎西也一再声称,会做好老二的本分,不及于上位, 但随着工方部部长西山木丁受委兼任首相署特别政部部长, 顿时阿莫扎西接班出现变数。 无论如何,朝野加紧揭秘与反揭秘, 除了预示大选在即, 也反映出不成当权者终于意识到奔马和土团党可能对巫统形成威胁。 接着来看《中国报》的谱论, 题为《议长上法庭》。 反对党国会议员因为不满国会议长拒绝30多道有关议码的提问, 而起诉议长违宪。 《中国报》专栏《甄子曰》作者甄子全认为, 人民代议是无法在国会提问老百姓关心的课题, 这形象实在太难看。 既然如此, 议长就要懂得收拾残局, 迎接高庭的审问。 作者引述老子的话, 以百姓心为心, 也就是现在这颗常挂在嘴边的以民为本。 不过, 这些话对议长而言仿佛毫无意义, 因为他以党性当作百姓的心, 以党性为本, 而他拒绝了提问, 正好坐实反对党对他的指控。 作者强调, 老百姓希望的是充满热情和使命感的国会, 要了解人民的想法需要。 反观, 议长不顾民主制度, 把宪政精神把一边, 将党纪套在国会上, 加深党派对立, 国会议事原地打转。 所以, 让他上法庭是明智之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